大家好,我是云鹤 今天我们来分享首相三才文看命运 我们看这是三条文线,也叫三才文 第一条是叫天文,又叫感情线 第二条是人文,是智慧线 第三条是地文,又叫生命线 天文,地文和人文,五星八卦长中分 所以他这个三才文,可以说基本上把首中文线里边做一个代表 又叫三大主线 所以他代表的人生的运程和鸡胸阔斧 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代表了70%以上 所以这三条文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看,在这个项学上来讲 这三才文是如何来分析的 其实在这个古代项学中,对这个首长中三条文线 又命中三才文,就对应了天、地、人 那么这三才的关系 所以分别叫做天文、地文、人文 那么他是如何划分的呢 我们看,这个一线感性线,也就是天文 天文呢,他代表了这个君、父 代表了一个人的这个基础运 也是一个人的根基 那么地文呢,他代表了呢 是这个母亲 也代表了呢,这个财路 所以呢,他又代表了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线 那么智慧线呢,这个人文 他代表了一个人一生的运程 智慧 头脑 因为他具名堂 所以呢,他又足一个人的福德 我们这样呢 那么看得清晰一些 我们看这三才文 由于这个口语叫做首相三才文身长论甲针 就是说如果三条文线,比较深,比较长 那么这样的人,他比较富贵 医生呢,可以说钱财不断 可富可贵 如果比较短 或者呢,这个比较浅 那就说明啊 这个文钱命薄付分少 钱年中单,落人单 就是说这个医生比较辛苦 奔波楼路 然后呢,钱财呢 这个聚聚的也少 生活比较艰辛 尤其是呢,这个人文 人文代表了自己的福德 如果人文比较短 或者呢,发文干老 或者是呢,比较浅 就说明呢,很辛苦 这个钱财少 那么,没得过于相助 自己呢,这个智慧也才能也不够 所以啊,医生呢,比较平常 比较呢,这个 这个 这个贫苦一些 所以呢,在这个蚂蚁巷上 这个讲呢,就说 这三财文 如果说盈静 没有呢,发文干老 那么都是一个呢,俘虏之相 如果呢,这个威蜜比较乱 而且呢,比较呢 这个收其他的一些 障碍线呢 或者是横切线呢 这个切割 那么就 表示啊,此人 一生中啊,多灾多难 而且呢,一时贫寒 所以呢,这个三财文啊 要求 秀长 明论 而且呢,比较深 没有大文干老为好 我们再看这个 天文主妇 地文诸母 人文不好 受辛苦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文也很好 地文也很好 尤其是呢,这个人文 代表自己 代表福德 代表智慧 代表头脑 但是呢,它不好 比较短 或者是杂文干老 那么一生呢,非常辛苦 我们再看这个 三财文身 加热光 这家必有一兆先 说的呢,也是这个意思 说什么呢 就是说三财文 比较深 而且呢 三财文比较长 这样的话呢 这个事业有成 强财不断 如果呢 这个必要短 必要浅 那么呢 这个必要贫苦 当然了,还有种说法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三财文啊 比较深 比较细 为好 这样呢,就是做事专注 啊,容易成功 如果三财文比较深 啊,又比较粗 啊,比较宽的话 那么也是啊 一生牢牢相 啊 我们看 这里有一条冲天文 啊 如果三财文配上这个冲天文 啊,发福发贵 啊,均有气啊 也许呢 这个三财文是 大声大败的论 啊 能够获得 巨大的成功 啊 能够 这个 这个 发福发贵 啊 呃,如果这样的人 如果说能够蹲击手法 啊 不畏规 那么成功呢 是 可及的 但是呢 如果 违反规定 或者违法违纪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容易啊 这个出现 啊,牢狱之灾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冲天文呢 它也是一个呢 就是双刃剑 啊 三财文 比较好 伸长 又配上这个冲天文 那么呢 就会获得 大的富贵 所以啊 相不独论 啊 我们呢 有综合分析啊 才能更加的全面灵验 那么像这个呢 文就比较好 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 也有风水八字 或人生育成困惑的朋友 可以呢 欢迎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拜会